要问哪个国家的人最长寿,那肯定少不了日本。 据日本时报报道,日本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1.64岁,位列世界第二。 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7.74岁,位列世界第一。 此外,日本还创下了在世的世界最高龄者。 吉尼斯世界纪录,日本福冈市的日本老人田中栗子,今年已经118岁,被认定为全球最长寿老人。 众所周知,饮食、运动等因素与寿命息息相关。 但是,据2018年柳叶刀全球健康发布的调查,在全球最不爱运动的国家中,日本排名第11位, 只有四成的日本人积极进行身体锻炼。 为什么不爱运动的日本人,反而成了长寿的赢家? 一、日本长寿秘诀,吃得对。 此前就有研究发现,日本的饮食习惯,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日本人每天吃的是什么呢? 一项研究告诉了我们答案,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日本人饮食习惯与寿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对9万人,关于147项食物的摄入频率,进行了平均18.9年的随访, 并根据日本饮食指数,对他们的饮食习惯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说明饮食习惯越日本化。 在这里要指出,所谓的日本饮食,是指摄入较多的米饭,鱼类,海草,黄绿色蔬菜,味增汤,自物,和绿茶,摄入较少的牛肉和猪肉。 结果有了以下发现,根据JDI8评分,得分在6到8分的人群,比得分在0到2分的人群,分别降低了14%的全因死亡风险, 11%的心血管死亡风险,以及11%的心脏疾病死亡风险,具体到食物,多吃绿茶,海草,黄绿色蔬菜,自物,鱼类分别可以降低11%, 6%、6%,5%和3%的全因死亡风险。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死亡风险和心脏疾病死亡风险。 之所以出现这一关联,主要与日本人喜欢吃,还有对身体有益的海草,自物,黄绿色蔬菜,鱼类和绿茶有关。 不过,单一使用这几种食物,对身体的益处有限,但是结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强大的效应,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二,日本长寿秘诀,动得对。 柳叶刀杂志曾发表过相应研究,历经十年,对120万人进行采样数据调查,综合75项运动分析发现,对身体健康最好。 有助延年益寿的运动是这几种。 第一名,挥拍类运动。 常见的挥拍类运动,有打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等。 此运动对速度,反应能力,耐力以及控制力有比较高的要求。 挥拍运动时,利用肩部和手臂肌肉发力,能增强肌肉力量。 运动过程中持续移动身体,需全身肌肉协调,特别是腿部肌肉。 运动时,大脑也会跟随着思考,能达到健脑行脑效果。 与此同时,眼睛跟随着球运动,能改善眼球组织血液循环以及代谢,缓解眼疲劳。 有效预防近视眼,为什么挥拍运动是第一呢? 一,挥拍类运动属于全身性的运动。 而全身性的运动,对身体各个器官和部位都有明显的改善。 它不仅可以刺激上肢和肩膀膀的肌肉,增强各个部位的力量。 同时,在锻炼的过程中,需要下肢的配合,从而增加身体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二,挥拍类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需要眼睛和注意力集中于眼球体上。 不仅可以增强眼部的运动,同时还能提升专注力和思维的灵活性,有助于缓解身体和大脑的退化。 三,降低疾病。 根据柳叶刀的统计数据统计,乒乓球、网球等会拍类运动,可以降低47%的死亡率。 也就是说,长期坚持会拍类运动,可以降低将近一半人的死亡风险。 而排名第二的游泳,可以降低28%的死亡率。 死亡率降低之后,寿命自然得到延长。 同时,强度大的运动方式就不再适合。 虽然说游泳的好处很多,但是对于心肺能力不好,或者是不会游泳的人群就不是很合适。 而挥拍类的运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选择。 其中像乒乓球,羽毛球强度是比较小的,对身体的压力和要求也没有那么大。 即使是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的中老年人,也可以很好的适应。 如果是身体情况良好的年轻人,那网球的运动强度更加适合。 不仅去胃性强,而且还能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 可以说,一举多得。 第二名,游泳。 游泳时,全身肌肉参与其中。 通过持续呼吸换气,可改善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因为水的浮力作用,身体各个关节承受的压力比较小。 关节不易受伤,坚持游泳能预防动脉硬化。 推迟呼吸机能减退,刚开始运动量不能太大。 每隔30分钟休息几分钟。 每天游泳的时间控制在120分钟以内。 值得提醒的是,膝关节疾病以及流行腿者拒绝挖泳。 肩关节以及踝关节受损者不可养泳。 腰椎肩盘突出症。 以及腰腿疼痛者不可自由泳。 第三名,游泳体操。 坐游泳体操时,吸入的氧气跟身体需求量几乎相等。 能提高心肺功能,帮助稳定血压和血糖,辅助降低血脂。 改善血管弹性,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同时也能减肥瘦身。 不过,游泳体操时,应达到中等强度。 保证每分钟心跳达到140到150分钟左右。 每次运动不能少于30分钟。 一周坚持4到5次。 第四名,跑步。 坚持跑步能提升下肢力量。 改善心肺功能。 延缓大脑衰老速度。 同时也能降低跌倒风险。 每次跑步前,应有5到10分钟的热身。 跑步结束后,适当地做拉伸运动。 掌握正确的跑步姿势。 腰背部挺直。 眼睛看向前方。 手臂保持放松。 跟随着身体自由摆动。 同时应调整好呼吸。 第五名,球类运动。 踢足球或打篮球等,能消耗体内多于热量。 帮助减肥。 同时也能提升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 增强团队合作能力。 不过,球类运动对体能消耗比较大。 并不适合老年人。 每一种运动都有健康优势。 因根据自己的年龄,侧重地选择运动。 从而提高健身效果。 儿童可选择游泳。 不仅调节心肺功能,而且也能锻炼协调能力。 青少年可选择球类运动。 能提升反应速度。 增强心肺耐力。 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 青年人可选择爬山或慢跑。 除了改善心肺耐力外。 也能加快心晨代谢速度。 帮助减轻压力。 中年人应选择力量训练和快步走。 能增强肌肉力量。 老年人应选择稳定性的练习。 如公布或仰卧举腿。 运动应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不能操之过急。 三、中老年人运动应该这样做。 一、项目选择。 有条件的中老年人, 可以在进行运动锻炼之前。 做一次身体检查。 根据身体检查的结果来选择运动的项目。 同时这些检查结果也可以作为运动前的客观指标。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 再次体检,对比前面的数据,查看锻炼的效果。 二、运动测试。 在开始运动前,可以先连续下蹲10到20次, 或原地跑步15秒。 如果没有心悸、气粗,胸闷不适等症状, 则说明身体情况还不错。 可以开始运动。 三、循序渐进。 中老年人运动,不可操之过急。 一开始运动时,强度不宜过大, 可以等身体逐渐适应时再增加。 如果运动时感到身体发热, 微微出汗,心力也理想。 运动后感到轻松,舒畅。 同时食欲和睡眠也没有受到影响, 则说明强度和运动量是一。 四、坚持锻炼。 有地放食。 运动要有地放食,并持之以恒。 这样才能更好地取得想要的效果。 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 每次锻炼半个小时左右。 实在有困难时, 每周锻炼不应该少于三次。 中老年人要长寿。 运动是关键。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 循序渐进地进行运动, 并且坚持下去。 有需要时可以借助一气, 或者求助专业医生 来进行运动之道。 会当灵爵顶, 一览众山小, 位于河南省丸川县, 县城附近的老军山景区。 近年来, 风头无凉, 海拔2217米的高山之上, 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 被网友誉为中原腹地的布达拉宫。 爬山的过程是受罪, 登顶之后, 却足够陶冶情操。 然而, 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这些山殿的建筑, 最初竟然是有一群农民相克, 用搭连装砖头, 人工托运的方式修建的。 近日, 我们找到了王老军山, 运送砖头30年的98岁老奶奶, 才得知美景的背后, 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年98岁的郭桂贞奶奶, 是一名资深乡客, 四岁的时候, 因为被土匪追赶, 一家人躲进靠墙的玉米赶舵, 才逃得一命, 奶奶的母亲许下心愿, 将来要给老天爷修作庙, 老人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离世, 郭奶奶秉承母亲的遗愿, 四处捐庙静香, 仅为老军山金顶, 就捐资数万余员, 见到郭奶奶的时候, 老人刚从地里回来, 正在院子里捡坏玉米未积, 根据老人儿媳的说法, 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已经是98岁的高龄, 还自己种了一亩多地, 中间的好地种的是玉米, 四周荒坡种的黄金, 血身等药材, 郭奶奶告诉作者, 从老军山山顶开始建庙到现在, 连续三十年, 基本就没间断过上去, 从山下到老军山顶, 步行大约是二十公里, 郭奶奶和同伴们用编织袋做成搭连, 年轻人装四块砖, 郭奶奶每次只能拿二块砖, 在山下吃完早饭开始上山, 通常是走七个小时, 登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郭奶奶带记者上山的时候, 就好像脚底抹了油, 走得比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还要快, 下山回到奶奶家时, 几个年轻人已经鸡肠碌碌, 狼吞虎咽的, 吃起郭奶奶家人准备的饭菜, 而郭奶奶则慢悠悠的, 走进自己家背后的果园, 摘几个新鲜的水果, 记者不禁好奇起来, 原来奶奶这么大岁数, 还剑步如飞, 秘诀竟不是钙片, 也不是骨头汤, 而是会吃这几种水果, 郭奶奶种了什么水果呢? 我们一起来揭晓, 一, 五十岁后, 多吃这几种水果, 九十九岁还能剑步如飞, 一, 苹果这样吃, 功效翻十倍, 首先, 常吃苹果好处有很多, 一保护心脑血管, 苹果中含有果胶, 这种可溶纤维,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保护血管, 二, 有助于防癌, 苹果中富含花青素, 多酚, 黄酮类物质等抗氧化剂, 有助于预防癌症, 三, 强健骨骼, 苹果中含有能增强骨质的矿物元素, 蓬雨猛, 预防钙质流失, 那么苹果生吃好, 还是熟吃呢? 生吃和熟吃都可以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生吃, 补充维生素C, 膳食纤维, 矿物质, 有润肠通便, 排毒的功效, 熟吃, 脾胃虚弱的人更适合熟吃, 有健脾胃, 止泻的作用, 郭奶奶最喜欢的做法有两个, 一, 烤苹果, 苹果中含有三种成分, 令医生赞叹不已, 第一, 果胶, 这种可溶纤维, 能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糖, 它还能帮助降低身体中的坏胆固醇水平, 并像其他纤维素一样, 帮助消化系统维持健康状态, 第二, 这种苹果中富含的营养素, 可以撞骨和建脑, 如果能坚持一天一个, 99岁也不怕的骨质疏松, 第三, 胡黄素, 苹果中含有的一种肋黄酮, 这种营养素能降低包括肺癌, 和乳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 还能减轻自由基对身体的破坏, 延缓包括老年痴呆在内的, 各种退行性疾病的发生, 如果把苹果烤一下, 加热五分钟, 果胶的分子量就变少, 活性比生苹果增加了九倍, 果胶中抑制胆固醇与中性脂肪的作用, 以及抑制血糖值上升的作用, 随之增加, 烤苹果可降低胆固醇, 防止高血压, 糖尿病, 哮喘, 便秘, 浮肿及消除皱纹等, 制作方法超级简单, 取苹果一个, 洗净后, 连皮切成四块, 剔除果盒, 将苹果放在盘上, 然后放在微波炉中, 加热五分钟, 做餐或单独食用, 每天吃一个, 烤后的苹果又香又软, 非常好吃, 但是记住, 只能吃一个哦, 最好放在晚餐, 餐前吃一个烤苹果, 然后吃点蔬菜和瘦肉即可, 二, 柠檬, 据日媒报道, 日本的广岛县大齐上岛, 因柠檬产量全日本第一, 被称为柠檬岛, 有趣的是, 该岛著名少有骨质疏松问题, 平均寿命也比其他地区多七岁, 这深深吸引了广岛大学, 建福只学部理学疗法科教授, 范田中行等人, 而后, 研究人员以柠檬岛上, 平均年龄约61岁的居民, 共90位为对象研究, 以食用柠檬多少分为两组, 结果显示, 一天多摄取一个柠檬, 谷密度平均提升0.7, 定期食用柠檬的人, 谷密度平均值较高, 骨质疏松风险较低, 这也是岛民较长寿的原因之一, 研究证实, 维持骨质的营养素钙, 本身是一种不容易吸收的成分, 但通过柠檬所含的柠檬酸凹和作用, 可使钙成为肠道好吸收的形态, 大约能提高10%到20%的钙质吸收率, 另外, 柠檬也具有很好的降血压效果, 可预防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的成因之一, 是坏胆固醇经过氧化而附着在动脉壁上, 而柠檬所含的丰富多分类物质, 能够抗氧化, 使得坏胆固醇不易吸附在动脉壁上, 三,高钙果, 欧黎果, 乍一看字面, 觉得是个挺洋气的名字, 让人有些陌生, 其实, 它的另一个名字, 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了, 甚至吃过的人也不少, 欧黎果,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高钙果, 因其含钙, 含铁量极为丰富, 而得此名, 据测定, 欧黎果每100克果肉中, 含钙量高达360毫克, 含铁量58毫克, 据各类水果之手, 不仅仅这些, 欧黎果其他营养物质含量也十分丰富, 每100克果肉中, 含蛋白质1.5克, 含VC47克, 还负含VB糖分, 即我们人体必须氨基酸17种, 和多种微量元素, 成熟果实的食用率, 更是高至90%以上, 欧黎果口感爽口, 口味甜而微酸, 清香宜忍, 营养丰富, 还兼具医用保健价值,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 老少皆宜的上乘果品,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欧黎果所含的钙, 是我们人体极易吸收的天然活性感, 是老年人和儿童补钙的最事, 最佳水果, 欧黎果, 在历史上, 就极受人们喜爱, 并且, 曾经作为专门的供品, 供给黄清国旗专门享用, 四, 杏, 每百克的杏中, 只含有0.1克的碳水化合物, 38千卡的热量, 适量吃, 完全不会给身体健康, 带来某种负担, 同时,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性非常突出的一点, 就是性的含钙量非常高, 每百克的天然性肝中, 几乎可以含有147毫克的钙, 要比牛奶还有多一些, 是夏天非常好的补钙水果, 另外, 新鲜的杏中, 还含有丰富的甲元素和美元素, 还是高血压人群稳定病情, 保护心血管的好帮手, 至于根性非常接近的, 小小的杏仁坚果中, 同样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老人适量地吃些杏仁坚果, 也对心血管的益处很大, 这么看来, 新鲜的杏, 杏肝, 坚果杏仁都是好东西, 但大家别吃错了一个部位, 就是很多人在吃杏的时候, 还会把里面的新鲜杏仁吃掉, 大家可不要把新鲜的杏仁, 跟杏仁坚果混为一谈, 即便是你把杏仁晾干, 它们也并不是一个东西, 二, 这三种食物别再吃了, 会偷走你的钙, 第一个, 高盐饮食, 研究发现, 过多的食盐, 会影响机体充分吸收食物中的钙, 且会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 所以, 控制盐的摄入量, 不但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还能预防骨质疏松, 调查数据显示, 大城市人每天的平均摄盐量达到11克左右, 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我们每天的摄盐量控制在6克以内, 也就是说, 我们大多数人的食盐摄入量, 处于超标状态, 另外, 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炎, 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如经常吃的酱油, 豆瓣酱, 腌菜泡菜等, 就连普通的白面包都含有很多的呢, 第二个, 碳酸饮料, 从小我们就听说, 可乐可以融化泡在里面的肌骨头, 后来科学证实, 大量摄入碳酸饮料时, 由于碳酸饮料中的磷酸含量高, 很容易引起体内钙, 零比例的失调, 这样不仅会降低身体吸收钙的能力, 还会帮助将骨头中的钙溶解出来, 从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 尤其是青少年, 儿童, 尽量少喝碳酸饮料, 避免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 第三个, 浓茶, 茶叶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 而茶叶比较浓稠时, 咖啡因的含量也会大大增加, 从而抑制身体对钙的吸收, 同时也会加快钙的排出, 所以建议您品茶时, 一定不要喝太浓的茶, 不仅影响骨骼健康, 还会引起心慌, 失眠等症状,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